關心氣候變遷議題 民間團體邀請了三位總統參選人 一起出席論壇 儼然是準辯論會行事 而藍綠 白 三方都各自派了幕僚去協調 卻傳出賴清德不會出席 錯過和科喉的辯論機會 但是對於此 賴清德辦公室陳其穎 說本來就沒有答應要出席 外傳賴清德逃避辯論的說法 並非事實 來到臺中港北提新規劃的親子垂吊區 賴清德只說想跟大家一起釣魚桶了 不忘大讚在地立委蔡其昌 為爭取地方建設的努力 賴清德也積極向外界闡述政見 不過21號即將登場 由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舉辦的論壇 原本預定邀請三位總統參選人 同場辯論 如今賴清德確定不會出席 那臨時的取消 迴避辯論 迴避民意 就讓努力奔走的公民團體難堪 也讓關心氣候議題的人們非常的虛妄 你說不來就不來 要怎麼讓別人相信 在你執政之後 願意誠懇地面對人民 賴清德不僅辯論落跑 臨時反悔還公開說謊 再也齊聲批賴逃避辯論 不過賴辦強調 從始至終都沒有答應出席 不過我們從頭到尾 從來沒有承諾會出席 8月31號的時候 在媒體上看到三番會合體 我們會感到很錯愕 也有立刻聯繫了主辦單位 再度表達我們並沒有承諾 要出席的立場 那麼能源永續這個重要的議題 我們也將會進行完整的闡述 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 主辦單位也在臉書發聲明 說法跟賴辦口徑一致 也點名相關政黨 不要以此進行政治操作 確定的是原本選前第一場 準變論會宣告破局 記者 林生傑 蕭玉香 台北 台中 採訪報道